我們來看這題 這題他說 A是1,B是2,C是-15 如果我AP,P是個動點 可以用AB跟AC的線性組合來表示 而且SY做這樣的限制 那麼他問P,P點所掃出來區域的面積是多少 這怎麼做 我們現在以A為原點 我們來看AB等於多少 AB向量是等於11 然後AC向量等於多少 等於這樣一減是-2,2跟4 所以我如果把它畫成 畫在座標平面上的話 我們來看看這個範圍 我們另外再畫個圖 SY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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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 大於等於1 是哪個序域 是這個序域 就是說 我們等於1的時候 什麼樣的直線 當SY等於1 我們用結局式 這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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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直線 然後等於2 結局式 這是2 出來的話 是這樣子 然後它是小於2 大1 所以這個區域 然後它X又大於0 Y也是大於0 這是Y大於0 這是X大於0 所以它SY P 那個SY的話 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在這個區域裡面的話 它這個是X 這是Y 那現在的話 這個AP AP的話 寫成 表示成這個樣子 那麼他們說 這個的話 你把SY套進去的時候 這是什麼樣的圖景 為了方便 我們現在 先討論什麼東西 先討論這種情況 結果說 我把它做個 先把它做個舉行 我們討論這種情況 這是2 2 結果說 X 小於等於2 大於等於0 跟Y小於等於2 大於等於0 這種情況 結果XY的話 是這種情況的話 那麼 它就是這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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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區域的話 掃出來的圖形 用這個東西掃出來的圖形 是什麼樣子 這是X 這是Y 當我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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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的話 從0到2 這個就是說 我把這個固定 我X從0到2 當Y等於0的時候 當Y等於0的時候 是從這裡 那X從0到2的話 這個 這個P點 就是在這條直線上 它從0到多少 到2倍的AV 但它2的話 就是2倍的AV 從這裡 少到這裡 P點 也就少出這個軌跡來 好 然後呢 這個 Y moment增加 然後的話 它的 這個P點 這從什麼呢 就是說 你 比如說 你這個 P的話 等於多少呢 等於0.5 好了 那P等於0.5的話 這個如果是0.5的話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半的地方 0.5 然後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 再來這個 就是0.5的AV 0.5的AV 再加多少 再加X的AV X從0開始 開始跑 跑到1的時候 這個項鍊就跟它一樣 所以它掃出來 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面積呢 掃出來的話 當 當你Y等於1的時候 那當你Y等於2的時候 就2倍了 所以掃出來的話 是這塊面積 掃出來是這塊面積 好 那現在的話 我把這個東西 把它切一半 這2啦 把它切一半 切一半的話 就是說 就是說 當你把它切一半的時候的話 這個東西的話 這圖形也會是切一半 圖形也會切一半 圖形也會切一半 這個東西的話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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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線 就是X加Y 等於什麼呢 等於2 你Y Y 就是當我Y等於0的時候 它是從0到2 Y等於0它從0少到2 當我Y的話 是等於1半的時候 等於1半的時候的話 它是從什麼呢 從 從 從這個 等於0.5 0.5的話 這等於整個的四分之一 從0.5的話 開始少的話 它只能少到多少 它只能少到這裡 少到多少呢 X它只能少到多少 當Y等於0.5的話 它只能少到1.5 也就是X只能少到1.5 當它是0.5的話 它只能少到1.5 少到1.5是這個 就是這一段 是全部的多少呢 全部的這個 四分之三 這個就是1.5 X就等於1.5 2減0.5的話是1.5 全部是2 這1.5是全部的四分之三 然後1 然後1 也就是說 這Y是0.5的時候 那X就只能少到1.5 當你呢 Y是1的時候 那X也只能少到1 整個是2的話 都少到1 所以它少不出來 等於是這個三角形 等於是這個三角形 也就是說 SY這塊面積呢 是一個 長方形的時候 或者是正方形的時候 它少出來的話 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但是它如果是一個三角形的話 它少出來也是一個三角形 是平行四邊形 一半 所以這個區域的話 對應到哪裡呢 對應到這個區域 那同樣的道理啊 那你如果這是1的時候 這是1的話 它少出來這個面積等於多少 這一塊面積 它少出來這塊面積多少 就是這裡是1 這裡是2倍的AB 這是1倍的AB 這裡是1倍的AC 它少出來的面積是等於這一塊 這一塊 現在我們要算這一塊 算這一塊 就等於這個大的三角形 減掉小的三角形 就對應到這個大的三角形 減掉這個小的三角形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要求的面積 這個 這個面積等於多少 這個面積的話呢 是等於這個大的三角形 這個大的三角形 面積多少呢 這個是2倍的多少 就兩倍的AB close多少呢 這是兩倍的AC 兩倍的AC close 把它取代起來 那這塊面積吧 然後再把它除以2 就是這個三角形面積 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AB AB跟AC 我把它擺在一起 取行類式 那這樣的話 這這2個可以消掉 這兩倍的多少呢 這個行類式 取絕對值 4-2 就6 4加2是6 所以這個等於12 所以這個大的三角形 面積是12 那這個小的三角形 面積呢 小的三角形面積 就是2分之1多少 AB 這是AB 這是AC AB close AC 這2分之1多少呢 乘以多少 乘以6 所以這是3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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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鑲到底是P型面積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是互相平行的 這塊P型面積多少呢 就是12 這面積叫A 12-3 所以答案是9 所以面積是9 所以面積是9